在我们修到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还有肉体 所以都还有色身 难免以不耐人生的八大苦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从苦中来做乐 在转面之中 我们从在生活中的苦转化为乐 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一个处境 每一个人的环境都不同 那每一个人的特质 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同 那我们怎么样来建置 修到的过程当中 来改变我们的脾气 来弃我们的毛病 从修到的过程当中 我们找到了真果 那么因为时间已经快到了 请各位前显赶快入座 那我们下一节课呢 请我们的演讲师 为我们慈悲 回头是新的出路 那我们以乐乐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讲师出场 谢谢大家 大搜集结力 前道 请讲示直辈 前道一勾 滚到一勾 请坐下 各位前学人大家好 表师好 佛学成蒙上天慈悲 主师弘词 师尊师母母两位老大人的 大恩大德 以及我们和老前人的五大牺牲 我们成前人 周前人 各位表师 还有各位前学的苦心教导与鼓励 今天佛学才能有这个机会 在我们庄严的佛堂 和各位前贤一起来学习真理 今天佛学要跟各位前贤学习的课题是 回红是新的出路 各位前贤 我们听完了上一节课 人生的真理之后 然后再想一想 再想一想 夫人曾经说的一句话 人生难得 我们是不是有觉得很庆幸 我们生而为人 各位前贤 你很庆幸生而为人吗 其实当我们做一个人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去体验我们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常常还是会感觉到 我们的生命是 我们的生命是充满无助的 过学前一阵子 看了一个 一篇日本的 连续剧 这个连续剧呢 它是从一本书 叫做《一公升的眼泪》 赶写 然后成为剧本 拍出来的一个连续剧 这个连续剧的主角 叫做《词内哑也》 这个人啊 他在十五岁的时候 他的家庭 是一个很平凡 但是很幸福的家庭 但是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呢 他离忘了一个不治之症 叫做脊髓变性症 这个 这个时候的这个 《词内哑也》 这个哑也 他还不知情的时候呢 那时候他十五岁 正好他考上 他们日本 东京高中 也就是他们的 高中的第一志愿 这是他生命呢 处在一个 呃这个 非常的快乐 然后呢 当他考上这个高中的时候呢 他认为 这是他从此 要展现他 光归灿烂快乐的人生的开始 但是他却离上了 离患了这样的一个疾病 你看这个照片上 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很可爱 他 是不是充满了灿烂的笑容 可以感受到他很快乐 对不对 但是 后来 医生告诉他 罹患了这个疾病 他还不知道之前 他父亲知道 他爸爸第一个 这个疾病啊 医生告诉他 爸爸说 你女儿这个疾病啊 是不能治的 他是一种脊椎小脑肌腱萎缩 导致神经 运动神经失调 没有办法达成肢体的正常运动 他会慢慢的不能说话 他会慢慢的 他先会不能够走路 走路会跌倒 然后不能站立 最后就是不能说话 然后慢慢慢慢的等待死亡 他爸爸问医生 我女儿的病可以治吗 他说可以治 但是只能延缓她的病情 不要恶化病患 最后 还是不能根治 怎么言之 是一个不治之症 当时他爸爸 听到医生讲这一口话的时候 你看他爸爸 脸上的神情 充满了什么 充满了无助的说 他只有十五岁 对不对 仅仅只有十五岁的小孩 为什么会离患这样的一个不治之症呢 好 他妈妈知道了 他妈妈呢 充满了疑惑 充满了纳闷 心中想着 他告诉医生 我无法这么轻易的接受 去承认 这样的一个事实 渐渐的这个牙液 他的身体机能真的开始 不能够受自己控制了 走路了 没有办法保持平衡的 他经常都会跌倒 甚至呢 不能够毛毛写字了 牙液发现他自己出了这些状况 渐渐觉得自己越来越没有用 好像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了 他很伤心的时候 他的爸爸妈妈告诉了他的病情 告诉了他的生命 这样的一个事实 这样的一个真相的时候 你知道吗 牙液面对的医生说 他也是充满了无奈 对不对 充满了疑惑 充满了无助 然后说 病魔 病魔 为什么选择了我 病魔为什么选择 他很想回到过去 想要做出时间机 回到过去 但是 他很失望 因为 现在的医学的水平 没有治疗 这个病的方法 进一步的 他内心开始害怕起来了 这次牙液 离化这个疾病 到了后来 真的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他很多很多的希望 都成为泡泥的时候 最后他问他妈妈的一句话 妈妈 我能 能结婚吗 然后 他告诉他妈妈说 我要 一直 活下去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答案 是不可能的 最后 这个养野在24岁 也就是说 他要离开人世间的前一年 他在25岁那一年 离开人世间 在他离开人世间的前一年的时候 把他的妈妈 就把牙液的他在生的时候 怎么样克服这个壁膜 然后把这个克服壁膜的 点点滴滴 他的身 他的心情 以及他的领悟 他的感受 记录下来的日记 把它收集起来 编成为一本书 把它取名为 一公升的眼泪 那这本书 后来正式就出书了 各位 或许已经有伙伴 有我们的浅显 看过这一本书 一公升的眼泪 或许看了日记的时候 去买了两本书 后来有一本 转送给我们 麻豆的火石团 我不知道我们 麻豆火石团的伙伴 有没有人看 有一本 或许转送了 或许的弟弟 他跟我说 他一边看 一边掉眼泪 或许到现在 还没有亲自看这本书 但是这一出日记 后学重复看了 我想不会 不少于五次了吧 一直重复的看 那后学在第一次看的时候 真的 我感觉到 真的可以让读者 或者是让观众 掉一公升眼泪的一个 一个影片 但是 我们看这个影片 在心里面 真的是产生很大的震撼 我们心里面 会 充满了疑惑的 我们也会去 发问这些问题的 为什么 并魔会选上他 各位你看他样子 充满叉叉笑容 那么美丽 那么快乐的女孩子 考上第一志愿 日本高中 东京高中的 这样的一个 优秀的人才 生了这个疾病 你会不会问 为什么病魔会选上他 为什么不是 别人 然后我们要进一步 再去想 人生为什么会有 这样子的苦难 为什么会有这种 不治之症 一万的疾病 最后只能看待着 生命的死亡 有这样的不治之症 我们佛佛是遵用慈悲 他告诉我们 人的心是片无尽的黄土 因缘迁徙着一世生死路 开始和结束 究竟谁能清楚 每一步都是无助 我们真的可以从崖叶的这个剧本 看到一个生命的无助的一个写照 在中国的东北 曾经 有一辆三号马车 他从南 从北向南 在那里赶路 正当港路的这一个三号马车途中呢 他发现路边 有一个非常新的包裹 布包 这个车呢 即刻的停了下来 发现 这个全新的布包里面 包着一个新生的婴儿 他打开了这个布包 然后往里面一看 里面有一封信 然后呢 信封袋里面有三十万元 就是要给这个小孩抚养 他的抚养费三十万元 这个车夫 看了这个信之后 他把这个信子甩在一边 把三十万踹在怀里 把婴儿身上那个全新的布包 把他解开来 放在他的马车里 手里撑起了这个赤条条的婴儿 就往他的车宫里甩 这一甩之后 他拉着他的三号马 三批马 要去拉着这一个撑 气不想要去黏死这个婴儿 一开始 这三批马 并不愿意 往婴儿的方向走 一直停住了他的脚步 车夫不断地挥着马鞭 鞭掌的这三批马 这三批马 不得不 只好往旁边走 这个车夫 换了另外一个脚步 再拿起了马鞭 不断地往这三批马身上 鞭掌 这三批马被迫 拉着这个车子 就活活地 把这赤条条的婴儿 连死了 这么一年过去之后 车夫依然驾着 他的三号马车 往南实行 不断实行的途中 突然之间 晴空万里的天上 出现了一朵一朵的灰雨 跟随着这个马车的头 上风行走 当这个马车忽然觉得 顿时觉得天昏地暗的时候 天上突然之间 雷雨交加 雷声轰轰 一条闪电 就好像从天空上 飞下来的金鞭 一下子就把这个马 匹跟这个车夫 就把他打死 当这个雨过后 立刻又是晴朗的天空 旁边路人看到了之后 跑过来一看 发现这个车夫 这三匹马 四只手脚 好好的 但是很奇怪 五中六府 全都不见了 各位 上天成像 他们做了什么的事情 没有心肝的事情 各位 我们没有心 没有肝吗 为什么我们会 做这种 没有心肝 上天派理的事情呢 我们的心肝 很抱歉 很抱歉 这个 这个 他会跑掉了 我们大学 格物智之里面的 传这一章 后来女主来补述 他告诉我们的答案 原来我们内心 有所贪欲的时候 性就会偏差 心有所贪欲 而性辟焉 这个辟就是偏差 当我们内心偏差的时候 我们心中 众生的心中 事实上 是会贪 撑 吃 这三大恶与的 这贪 撑 是身往地狱的三条根 如果 这三条根 砍不断 除不尽 最后 恶因缘 聚集的时候 他就会带领我们 主上的恶业 最后会带领我们 主上的恶报 我们可能会往畜生到 可能会身往地狱到 可能会身往恶鬼到 最后 生命就在 右道轮回里面 生生世世 轮回复营 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这样 我们的生命 就会越走 越无助 越走 越黑暗 越南 这里都掉一页 没关系 或许有假的 我们的生命里面 不一定每一个众生 都会做的这样 上天派理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的生命里面 常常会因为 沉溺于红尘 在红尘里面 翻滚 不知不觉的 让我们的生命 陷在忧估之中 各位 我们常常感觉到 我们付出了心血 和时间 但是我们的结果 却不尽其意 我们在场的 可能有很多 实在学的学生 也有很多 已经在社会上 就业的 人士 但是 我们可以想一想 站在我们所经历的生命 我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我们有小孩 他现在正值国中三年级 他要参加 国中基本学历测验 心里面 我们对孩子的期望 都希望他上第一志愿 孩子对自己的期许 也希望自己能够努力达到 是考上第一志愿 但是 基本学历测验 能够考上第一志愿的 他必须要在整个考生里面 他的PR值要达到97以上 换句话讲呢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一百名里面的潜上 那我们每年 大概平均 参加基本学历测验的考生 大家大概有三十万 左右的这样的人 你给他数一数 每一年 有二十九万一千人 考不上第一志愿 各位 这些没有考上第一志愿的学生 他们不努力吗 他们没有投入时间 您在准备这个考试吗 再看一看 有一些人 他读到了大学 即将要毕业了 但是 他要毕业的时候 他发现 他要进入职场 就以老师来讲 他要进入职场 他要参加教师真事 以目前教师真事来讲 去年来讲 国小老师 他的缺额 全国教师 只缺77个人 但是 初来应试的准老师 就达到 两万两千三百九十三个人 只要录取77个人 平均录取率 只有0.34% 换句话讲 一千个人 只能录取34个人 各位 这些老师 也是很辛苦的 这些准老师 也都是很辛苦的 准备应试的 甚至有的 从南到北 从北到南 提了一纸皮 皮香 从南考到北 从北考到南 但是他的结果 是失望 努力付出 结果却不尽己力 这么多的人 他的内心会怎么样 会不会有所不甘 会不会有求不得的苦 如果你的内心 呈现在这个状态里面 是不是已经陷入了 忧苦之中 有一些人 他处境更难 他感觉到 他的生命处在一种 十步我语 惨遭失败的 这样的一个惨痛 尼敏然的一生 或许是这样的写照 我们知道 他是众议界里面 最有财怀 最搞笑 也是受到很多人 仇败的一个 一个严心 一个 一个 仇奖 但是 他在投资生意的时候 他曾经经营咖啡厂 失败 后来他投资了很多 类似酒店一类的 也都生意失败 最后写本文归 他追逐他喜欢的太太 李立娃 他绝对到了 但是他的婚姻失败 因为后来他的太太 跟他离婚了 后来 他的感情长于寄过 我们知道 他寄过在那个什么 夏衣身上 对不对 但是 闹出了很多人被我 最后 他感觉到 他的感情被玩弄了 他的这一生 生意失败 婚姻失败 感情失败 可以说 饱受了失败的滋味 这样子的失败的滋味 在他的心中充斥的时候 他最后只好选择结束了 他自己的一生 各位 我们的生意 产生失败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 真的是会怨对的 会怨天尤人 甚至会恐惧 会颠倒 会害怕 最后会自我放逐 甚至麻醉自己 最后放弃了自己的生意 有一些人 他虽然没有这么失败 有一些人 他虽然平平庸庸的过一生 但是 有一些人 却还是可以成功的 但是他们成功的背后 却是很心酸 也是充满的落寞 台湾所顾 郭台银的一生 就是这样的洗照 他很有钱 刚刚的讲师提到他 他很有钱 或许在这里 或许在这里 不是要强调他有钱 他娶了漂亮的老婆 或许要强调的 也不是他娶了漂亮的老婆 或许要强调的是 当他拥有世界上 最多的钱的时候 当他拥有最美丽的太太的时候 当他失去的时候 那些的感受 那时候 他父亲死去 他心里面讲 他感觉到他很贫穷 因为他没有时时刻刻 陪在爸爸的身边 爸爸走了 他感觉到他一无所有 后来 他心爱的妻子 离开了世界了 他跟大家讲 他说 我空虚的一无所有 我的生命质品 再多的钱 又有什么用 郭台铭的医生 他的生命意义 就是这样子 我们世人的世大场 就是要去热揍公民 就是要去累积钱财 就是想要去追逐爱情 就是施讯于我们的儿孙 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 其中的争议的话 最后我们带来的是 无尽的忧苦 这是 吉慕容的成员 诗人把人生 做的这一首诗 蔡婷来把它唱出来 吉慕容的成员 与灵火之上 我是繁圆 我的生命 就是这滚滚凡尘 这不是一切 我都祈求 这不是一切 我都祈求 快乐 人生 是我的胆子 我都想承受 是我的胆子 我都想承受 没知道终有一日 随着的悲欢 就离我而去 我由世界里走近 我又想承受 我又想承受 我都想承受 就离我 我都想承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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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把我们人怎么样呈现在成员之中 怎么样在那里里面 在那里好奇 然后身陷其中 他说 这人世的一切我都需求 是我的淡水 我都想承受 然后潇洒不断的去追求 最后比试的方向 最后不能自在解脱 有的生命充满了无助 有的生命惨交失败 有的生命心传落寞 这样子 实在很难自在地活在这个人的世界吧 怎么样 我们要如何 才能为这样迷失的生命 去找寻出路呢 在我们逆境的生活 要知道转运 我们人生不如意的事 实践里面有八件九件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要怎么办 就是要转运 有一个哲学家 看到一个年轻人在那里哭泣 后来他知道这个年轻人 因为被他喜欢的人 偷弃了 然后哭泣 他不但没有安慰他 而且还笑着说 他说 你要 你要庆幸 你失去的 他失去的是一个爱他的人 而你失去的是一个不爱你的人 正在干伤心流泪的 是他呀 不是你 各位 事情只要这样从你想 事情可能从此就不一样 有一个母亲 他用这样的信念 支撑着他的女儿 一块地 总有一利 总只适合他 他的女儿 那时候 没有考上大学 他被安排在村子里面的小学 在那里当住教 结果他去教书的时候呢 因为数学题目讲不清楚 当场就被学生轰下来 这样伤心难过的女儿 回到家的时候 他妈妈给他擦搭了眼泪 跟他说 他说啊 有的人啊 满肚子的东西啊 有的人倒得出来 但是有的人倒不出来 没有必要为这个事情伤心 也许 有更适合你的事情 看等着你去做 后来 他这个女儿 在妈妈的鼓励之下 去找了工作 跟着他们村子里面的人 去打工 很不幸的 他去了每几天呢 又被他的老板 轰了回来 原来他们做的是 衣服裁剪的工作 那这个都在读书嘛 他也没学过什么 缝纫啊 这个 做衣服的这些技巧 所以他动作很慢 做的品质也很长 他伤心难过回来的时候 他妈妈也告诉他 他说啊 人的手脚本来最有快有慢 别人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所以他们动作快 你一直在念书 你比较慢 怎么快得起来了 没有关系 后来他的女儿陆陆续续 都去试探 找工作 曾经做过纺织工 做过市场管理员 甚至他也做过的会计师 没想到 这些工作呢 他都做没几天 就被炒鱿鱼了 很沮丧回来的女儿 他的妈妈总是安慰他 从来没有抱怨过 十几年过后 到了这个女儿 三十岁的时候 刚好 他的女儿口才很好 有语言的天赋 他就在一所荣雅学校当辅导员 辅导的很多的盲生 荣雅学生 他因为这样的成就 后来他开了一家 残障学校 再后来 他为了服务 残障者更多 所以他又开了一个 残障人用品连锁店 没想到 他现在是一个 拥有几千万资产的老板 有一天 这个成功的女儿回来了 但是 他很想问他妈妈 在他心中 一直以来 他想要知道的答案 那就是 在他遭遇年年失败的时候 他在那觉得 前途渺茫的时候 是什么原因 让他的妈妈 对他那样充满的信心 他的妈妈跟他说 一块地 不适合种麦子 可以试试种豆子 豆子也长不好的话 可以种瓜果 瓜果也不济的话 赏上一些桥外种子 一定能开花 因为一块地 总有一种只适合他 也总会有属于 他的一片受伸 各位 他的女儿知道 他的奇迹就是母亲 那种坚韧的 充满信念和爱的种子 很执着的 不断地 在他的生命里面 生长出来的奇迹 当我们面对人生的 逆境的时候 处在不努力的时候 处在失败的时候 各位 我们要秉持着怎样的心念 才能不被击倒 我和时尊 慈悲告诉我们 我们要在生命的转弯处 去领悟这个道理 这个日去 一公升的眼泪 这个牙医 他离歪这个景地的时候 写了很多的日记 这些日记就是记载了他 面对这样子无助的生命的领悟 他告诉他的家人 我喜爱 爱我的家人 家人都在我的身边 我去哪里都没有关系 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牙医 在学校因为行动不方便 因为次处需要同学帮忙 因为次处造成同学课业上的延误 导致很多的家长到学校来抗议 要求他的妈妈 要求他的爸爸 希望他能够把他的女儿转学 转到养护学校 也就是残障人读的学校 但是当他的父母亲告诉牙野 希望转校的时候 牙野告诉他的妈妈 他的生命还要自己做主 他父母亲知道牙野不想离开 他喜欢的东京高中的时候 只好为了他的女儿 爸爸妈妈就打算辞掉他 在白天当医务师的工作 全心全力来学校 照料牙野在学校的上学 妈妈没有收入 爸爸为了弥补妈妈的 少了这一份的收入 晚上要去兼差工作 牙野看到爸爸 白天在豆腐店忙了一整天 到了晚上 匆匆忙忙的又跑去要工作 心里面很不忍 然后看到妈妈为了他 放弃自己心爱的工作 也很不忍 来到学校看到同学 对他因为他的行动不变 造成大家的不变 然后呢 他心里面觉得很抱歉 很对不起他 所以他开始去体悟 去领养 去领悟他要怎么做 他要怎么样为他这样的生命 继续活下去 继续坚强活下去 那时候这个牙野 告诉他的同学说 我想 有人是知道的 我的病是治不好了 好像是没有治疗的方法 被医生告知 有一天将不会走路 暂理说话 这是他告诉他同学的第一段 他说 在这一年里 那时候他高中一年级 理所当然能做的事情 变得一件一件不会做 在梦中 我能和同学一起说话走路 一起打篮球 尽其的奔跑 但一睁开眼睛 只有一个不能在自由活动的身体 而且这个身体 每天都在变化 朝不好的方向 在那里 恶化 在那里变化 为了不摔倒 要怎么走路才好呢 要怎么样才能快点吃碗便当呢 怎样做才能不介意别人的眼光呢 我不得不在我的脑中 一一考虑这些问题 然后生活下去 上高中 上大学 去工作 这样苗会出来的未来 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苗也是掉了很多眼泪 找不到生存下去的道路 看不到 微小的希望 因为生意 我的人生被毁掉了 好几次 我都这么想 当牙业这样想的时候 她的生意是陷入了无助 越陷越深 痛苦不堪 每天为了这个不断的流眼泪 但是 但是 虽然很悲伤 但是这是事实 不管怎么出气 也逃避不掉病 就算想回到过去 时间也不会到 所以 我想 一定要 自己喜欢上这样的自己 各位 当你生命的时候 当你知道你一万不治之症的时候 你还知道要喜欢这样的自己吗 我们还知道要这样喜欢自己吗 然而 从身体变成这样后 我才体会到许多的事情 我想这次 悲伤的牙龙 心中已经充满了一点点滑血 她说 家人只是陪在我的身边 就让我觉得很可贵 这种热血 这种热血 帮助我的同学们的手 非常温度 拥有健康的身体 其实如此 就已经很幸福了 各位 圆满人在这样子 失望的生命里面 他可以感受到 什么叫可贵 什么叫温暖 什么叫做幸福 虽然生命了 但也并不是只有失去 身体变成这样的我 就算是我被人说 就是残疾 背着重包袱的我 就是现在的我 我会抬头挺胸的活下去的 各位 他有勇气 我信心 抬头挺胸活下去了 因为他心中感受到生命的力量 因此 我自己决定了 要去养育学校 虽然和大家生活在 生活的地方不一样 今后我想 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 一步一步的寻找光明 各位前学 这样子的不像命运低头 这样坚强的生命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话里面感受到 摔倒了又有什么呢 再站起来就行了 摔倒的同时 仰望天空 南南的天空 今天也是广阔无烟的 微笑着 作者感受到 他当下是 我是活着 直到 他带着我一笑 跟全班说这些话 然后也说 我最少需要 一身的眼泪 所以我不再认为 离来这种学校 将会有什么终结 大家一直以来 亲切的 待我 真的很感谢 他生命 开始懂得付出 开始懂得感恩 这是面对着同学 说这一段话 之后的 牙脸的神情 他讲 我最少需要一身的眼泪 各位 这个时候牙脸的脸上 是不是露出了一些微笑了吗 在他这样的痛苦的生命里面 再放出这样子的微笑 我师尊 告诉我 生命 没有 没有痛苦的 但是我们要能够把握在 生命的角度出去领悟 领悟什么 原来在失败 在作则 在痛苦 在失忆 在冷漠的时候 我们不能耽误 那颗认真的心 所以 我们要过快乐的人生 最重要的并不是 我们身边的条件的限制 这最重要的是 我们所把持的信任 只要你相信 你必定能够创造快乐的人生 这个世界 便会因为这样的改变 你可以改变 痛苦的世界 变成快乐的世界 这些痛苦不断地加持在我们的身上 他说 不忍徒儿太受折磨 用口气小难成大救 怕我们在修到有人生这一条路 最后还是怎样 还是平平凡凡 庸庸碌碌碌 我们要能够超越平凡 进入了一个圣贤的境地 要成为这样的大气 实在是需要受一点折磨 又难舍徒儿 根基累世修 原来我们今天来修道 不是突然的 是累世修来的因缘 累世修道的因缘 累世到我们 这一世 我们才能够继续坐在这里修道 但是修道里面 真的是参加了很多的生命的无助无奈 只好 实在告诉我们 只好任其风霜 在摩肩盘 千辛万苦 这一些千辛万苦 就在唤醒我们 从红尘里面 要求我们众生回头 当我们的生命成立在 生死苦患中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什么信念 才能度脱 当我们的生命 淋湿在不实的 影像中的时候 我们是否能不忘回头 生命顺境的时候 要知之啊 我们的存钱人 就是一个只知道旨意 至善的一个修行者 我们存钱人六岁的时候 他父亲就死去了 他爸妈妈要去扛起家庭的经济 他出去做小工 赚钱 以捕家用 他清心万苦的长大 后来他学会了建筑这一包业的工作 在建筑业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他的认真 他的可靠 他的可信 使得他的事业越来越做 越做越好 事业达到颠峰的时候 我们存钱人感觉到荣华终有序 所以他决定放下的名义跟残妇 这个时候 这是我们存钱人道远残收的时候 刚好在吴典兰师 吴令典兰师的引渡之下 他求得了大道 他求得大道的时候 他本来一天要抽山包烟 他本来每餐一定要有酒有肉 当天晚上立刻猛然瞪雾 不喝酒 不吃肉 不抽烟 一个礼拜之后 还是一个月之后 领了清口月 然后投入了修半道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旅程 进入了探索真我 提升生命价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 他以爱家人的心来爱众生 不断地去追求生命更成高的价值 最后 存钱人归宫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 他很安详 他很自在 他告诉我们 因为这样 他得到一生的自在解脱 各位 这些公民 这些财富 这些情爱 家庭恩爱 我们古佛 地藏古佛曾经告诉我们说 这都是借我所用 非我所用 时间到了 自然他会还给天地的 时间到了 自然会还给因果 所以 我们陈前人很明白这样的道理 感觉到荣华中有趣 所以 他能够把握在这三朝幅度的因缘之下 得明师一尺 然后呢 探索真我 同身修半道的行列 在这分操的时代 各位 何处才是我们的心灵指处呢 我们要指在 生命的至善之地 所以 当陈前人 全力投入修办的时候 他的志向是地底之下的 始至不已的 博士君告诉我们 回头可以找到一张地图 每条路都通往一点归宿 沿着修办的旅程展望回顾 这一身与道共夺 道是这世上唯一的路啊 我们的灵魂是不适合服务演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造恶业 深深四日才会在四生六道里面服务复的 现在我们很庆幸的 我们能够生活文人 真的要很庆幸 没有这样的人生 我们没有办法投入修办道 我们才知道 在生活文人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原来的人生究竟是苦汉 对前行 现在我们在修办道的行业 我们知道我们为了要 解剥这样的生死苦汉 只有求着大道 弦观一窍就是我们灵性 出入的证 我们灵性出入唯一的证 其他的都是堂门走道 我们灵性离开我们的躯壳的时候 走堂门走道 将会转身世生六道 所以我们博士就告诉我们 你们是有根基的 有善于的 时机到了才会来到国堂 求着大道 这是不是因为你们都有道远的缘故 是啊 我们成前人是这样 各位我们也都是这样 我们看一看梁武帝的修道音乐吧 这个故事我们听了好多次 前行人从这个故事里面 告诉我们很多的道理 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 梁武帝他是有他的修道音乐的 他一开始从一只蚯蚓修起的 他是一只蚯蚓 他靠着每天叫和上起来念经 渡不过去他为山珠口摆了七个大石头 山神知道说这个桥枯有什么功德 他为了盖起三宝殿还有造下七星桥这样的一个功德 因为这样的功德他转身为梁武帝 作为皇帝 他还是有修道音乐呢 他能够遇到了我们的禅宗第一代祖师是谁啊 达摩祖师可以听你听达摩祖师说法 各位我们有这个音乐吗 未必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丘宇 却能够在这一世里面听闻达摩祖师说法 后来我们知道 后来我们知道他二世在台上 原来这是他的音果 报应 他跟另外一只猴子对不对 就是一个和尚讲成为何主 这个猴子后来讲成为一个什么 猴子 然后最后就是要 因因果果就是要相报 因果报应 就这样报应 当他要在二世要台 在台神二世的时候 他纳闷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 当时他的老师去功禅师 就点画他呢 这时候你要务必他才深信 原来因果报应是如意随形的 虽身而为人 但是我们却最深莫子 如今他才知道 修道才是人生的上策 所以他心难二世在台神 接受因果的报应 那同样的 各位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 坐在佛堂里面修道 这也是我们认识的音源 我们的音源不下于 现在我们想 我们真的不下于这一只蚯蚓 他可以闻达摩祖师说法 但是我们遇到什么 三奇末节 三朝普渡的机遇 这个机遇 我们遇到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 他真的很珍贵 可能有意义万万 无穷无尽的众生 现在都还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遭遇到了 三奇普渡的音源 我们求得大道 得名须一指 投入了修办的行列 我们是不是很幸运 我们要不要庆幸 胜和文革 所以我们修办道的信念就是 要顾脱生死无憾 道是这世上唯一的路 我们要顾脱生死无憂的路 你也在讲一定会把脱并出当过的事 也会保养 解脱生死无憂的路 解脱生死无憂的路 前后 在此楼上 站在这里讲课真的有零串 一直讲都没有停 刚刚是在传一下信 感谢各位前线 等待后续的 喝水还要传信 各位 当我们同步修半道的行列 师尊告诉我 修半道的通往也不去 师尊的死去 说 明师义指点就是告诉你 本来面目从这里下手 从此之外 你还得回头进去寻找 他又告诉我们 为师传你这一玄关 是告诉你佛在这里 佛要自己进去你面子 光是在外面徘徨 找不到自己 会越走越徘徨 佛博师尊也告诉我们 他这两句话 总归就是在告诉我 修道的方向 是要向内心去寻找 自己的本来面目 师尊的死去 师尊的死去 这首歌大家都会唱 蛮想用唱的 不关心多黄独 不管心多黄独多藏 多难半多苦 过程是新的狂度 只要情愿化出十米脚步 前方就一定会有主流 不关心多黄独 不管心多黄独多长 很像右面的能感觉 感受得更多 各位 那我们回头去寻找的时候 也似乎有困难 我们也会很慌张 但是只要你坚持不变地 不断地走下去 不要离开这一条路 最后地走下去 你就可以找到 你的新的做梦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当我们内心的世界 去探寻的时候 或许我们就会逐渐地去发现 就像这个牙眼一样 他发现他的世界 不是只有在东京高中 离开东京高中 不是生命的中间 他发现原来他仍然可以 在养护学校 一步一步地找到他的光明 各位 事实上如果我们 往内心的世界去探寻的时候 我们真的可以一步一步去 看到新的光明 新的无边无境 可以感受到我们生命的宽度 我们生命的深度 甚至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长度 但我们要怎么样去展现 去感受到这样的生命的深度 宽度跟他的长度 事实告诉我们 修道不理善望修持 有一次 我们在今年的二月 我们有一个天人和一本 先佛兰 就是我们师尊丽灵坛 他一来的时候 他一现身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 各位徒儿 正坐 断正坐 然后告诉我们 要恶物守学 告诉我们 要心理默令 报告 各位 各位 这个动作就是在进行什么 三宝修持 师尊临坛 亲自教我们 用三宝修持 这个 霍学从小求到 求三宝 不知道三宝还要修持 第一次才那样的长度 真的能感受到 原来我们 可以这样修持自己 但是 师尊告诉我们 法 因为三宝 既然它是一个心法 我们求道 从得大道之外 我们师尊传 传掉了三宝 这三宝是一个修持的法 是一个心法 修心的法 那既然是法 所以呢 他又担心我 不明白这个法 所以 师尊告诉我们说 法是接应众生而需要 法非束缚众生而困扰 说真的 我们得三宝 我们真的常常被三宝困扰 到底什么时候要用 到底什么时候不要用 到底要怎么用 这样用可不可以 那用可不可以 会不会受这个困扰 会 所以 这个 师尊的 慈悲恶 他告诉我们说 修道不在文字上面 表面的定义 修道是在文字下面 里面 文字下里面的那个用力 所以我们要进行三宝修持的时候 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这些法明的用力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玄关的修持 玄关就是我们的良心本性 有一次三开子来灵坛 他跟我们玩一个游戏 或许跟大家玩一玩 或许有人玩过了 两人没有玩过 当中不行 很新鲜的也很好玩 各位前写 一除以一等于多少 一 一乘以一等于多少 一 一减一等于多少 一还是一 比呢 比那 比如说老师也会考一点陷阱 因为我们一一一 一到后就一一一一一下去 各位前写一加一等于什么 他它不是说一加一等于多少 它是说一加一是什么 答案不是二爷 是王 当王好不好 不好 因为少一点 要多一点 做主才好 你在王的上面 多一点就要做主 少一点就失去了 自己的真主人了 就不能为自己做主 当然就不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国堂求的大道 我们求的大道 临持一支点之后 我们再透过 我们的三宝修持 我们来国堂做什么 学习为自己做主 学习为自己做主 有时候我们来 做十分钟 坐不住了 就离开了 没关系 三开始 师兄和师妹 他说 那我们就学习 做十分钟的主人 再进一步道 做一个小时的主人 然后 一天的主人 然后 一个星期的主人 然后一个月 然后一生 然后生生世世 为自己做主 最后 我们还要为自己的生死做主 哇 他三代子 跟我们讲 玩这个游戏啊 他讲这个道理 妙不妙 妙耶 这个或许都是照 那个讯文里面 玩下来 或许在自己 这样玩的事也觉得很妙 那原来 悬观 求得了悬观 就是要明白 我们是要为自己做主的 我们不需要被外面的明像牵着皮子走的 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正确 我们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我们知道自己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知道自己可以怎样的去突破去警觉 我们可以这样为自己做主的 我们可以不用害怕 无助恐惧 惊慌 各位 我们的本性 还具足一切 六十五禅经里面说 何其一致心 本智具足 为自己做主 真好耶 为什么 因为 真的能够 因为我们的本性 具足一切 我们的本性就是具足这一切 我们可以这样为自己做主 你要什么 你就能有什么 你要什么方法 你就有什么方法 三太子有一个游戏 他说 我们的本性 真的具足一切的神通 你遇到什么困难 你都可以解决的 他来跟我们玩一个游戏 让我们在瞬间看到黑暗跟光明 各位前仙 请你闭上眼睛 各位前仙 你看到了什么 对啊 对啊 各位前仙 现在请你张开眼睛 各位前仙 请问 你现在看到了什么 光明 哇 原来看到黑暗跟光明 都在我们的一星耶 您是不是会感觉到 光明与黑暗 纯乎一星 所以 你在黑暗中 我们可以看到光明 你在光明中 不许 你也可以看到黑暗 好 各位呢 自信也是 毫光 可以照到千的 现在只说 要两次去拿 一百只的那个 手电台 然后展现 那个自信本心的 那个自信毫光 给大家看 但是他说 其实我展现了 因为里面反眼 看也看不到 所以这个游戏是没有完的 但是他告诉我们 自信是充满的 自信毫光的 施真告诉我们 当我们的自信毫光展现的时候 灵妙现如日月 就像太阳就像月亮 而且他怎么样 真常不变 不会改变的 这样的一个毫光 对这样的一个光 自信毫光的光是这样子 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口诀秀字 知道吗 一二三四五 家庭 这五个字 事实上 他告诉我们 我们是理气象一名的 我们是身心里一体 棒之则可以名六合的 卷之虽然退长于命 但是他棒之可以名六合 各位 当你在识念这五字正经的时候 当下是不是气运到了我们 迷路组织的本盒 我们的迷路组织的本盒 我们的迷路组织的本盒 还是持心无穷的 是悲心无尽 在早晚现象的时候 很奇怪 没有打进去 好 我们在早晚现象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在贵宇宴唱会那里 有没有 第二个怎么 他的主 迷路组施 庙晚无边 库毅众生 照耐活前 改过自心 从祝天 庙晚无边 迷路组施 用无尽的庙保 要来怎么样 庇护我们众生 这是我们 主施无穷的 这个 慈心的流浩 他慈爱我们 希望我们忏悔感过 希望洗净我们心灵的一切误会 然后透过忏悔感过 最后能够回升 上天老母那里 然后呢 最后又念到 环系伯堂颠倒头乱 忘记祖师赦罪了 我们的祖师最后赦免了我们的所有的罪业 当你诚心忏悔的时候 这些罪业静不静的时候 我们的祖师 这是我们祖师无尽的悲心的理由 各位三宝修持的第三个 就是河童的修持 我们的河童 就是赤海加 就是止害者 这个止害加者就是一个止排者 也就是要我们永保世子之心 我们的心家像婴儿一般的纯净无忍 当你的心尽到毕不净 一尘不染的时候 这时候的心可以跟天地相弃印的 可以跟万物相弃印的 可以达到物我合一的 可以人我合一的 可以天人合一的 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所以我们在念这个 这个贵徒宴唱我们最后的南谷 阿密石佛天原的时候 我们守抱河童 在玄关那里念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感受到 我们的自信佛跟十方佛的方向吸引 这方向我们可以去感受 真的可以去感受 我们进入了无边无尽佛的世界 各位前贤 有没有感受到 我们这一生 要用这样的坚强的信念 要透过我们的三宝的心 要忍入腹中 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新的出路 我们也可以去开抱 我们新的宽度深入 刚刚后学浅学 可以体会到这样 后学的阐述 不知道浅显暖 是不是可以感受 我们自信缓心 那种无边无量 各位它有深度吗 各位它有宽度吗 各位它有长度吗 那种好像就没用了 就没用了 它是无穷无尽 无边无际的 然后无可限量的 最后后学 用我们师尊的持讯 联堂的时候 给我们的提讯一首歌叫 《出路语记出路》 《吊记地》 这个音乐是后学学们一分唱的 大家一起在来听听看 那也可以高声的一起 把它唱出来 高声的唱出来 演唱法 2 2 3 1 1 2 1 2 这首歌歌名叫《吊鸡地图》 是我们王世珍女孩在学学新活班的时候 为我们年轻朋友提示的同手 从前学我们可以听到一个我们的声音 一起把它唱出来 为你世上时务 还能把天生交进谁的情绪 每一步 人事无知 为你走在里面找到里面地图 为你走在里面找到里面 为你走在里面找到里面 这一生有多多 为你走在里面找到里面 无关心的梦又发生什么人的光 不真是心的怀恶 只要听我出世的江湖 这条旧一定会有错误 无关心的梦又发生什么人的光 可真是心的事 我走在里面找到里面 我们一起找新的走路 我们可以借着三道休息 让我们在这里一期世界 请会数我们的生意 我们在一起 我们是很难求能见的 呼着我们去静止 我们是专门的 人要是有尽多难度 你也只是在里面 说是如 还有什么 我寄信 寄和寄信的情主 也有你不可 道是不从 他可以找到一层地图 为他不同风光一片对俗 他就是我 与你不藏过悲乎 将一生 运用多无 無人說過是這世上唯一的路 祝贏贏退路中的路 能把我再生 能夠還足利物 認知的心不在的路 無關其道我 如果長相都能鑽多 若真是心的路 只要青年化住 使命交路 只要就一定沒有錯誤 無關其道我 如果長相都能鑽多 若真是心的事 能把我做離開了這條道路 要把你去找新的愁路 真是很感謝我師兄 為我們提出這首歌 真的給我們 我們心靈的感受 也震撼了我們的心靈 讓我們的無知對時間進入了 神的教授之道 那前前 今天我們真的很慶幸 我們都結了道理 在我們的心中 在那片寧靜的黃土上 我們很高興 我們不是想像蕎麥種子而已 我們想像的道的種子 我們將來綻放的是道的荒 我們將來結的是道的荒 我們將來結的是道的荒 在我們人生的領域 我們真的要很慶幸 因為有道可以公佈 因為我們生命的種族 有的錯誤 最後 感謝上天十倍 或許才恕學請 領悟的道理 還很不請 或許有很多的錯誤 或許有很多的苦惑 如果有受苦惑的地方 恨請上天十倍 請求兩人師 各位情形給獲學指正 感謝大家 最後 獲學自助大家 麻喜沖板 謝謝大家 請請 感謝獎師 姿妹全都得錢 到一子宮 分 到一子宮 可以 錢錢可以 ulk 中下 謝謝獎師 奏像喔 因為接著下來 是我們午餐的時間 我们就稍坐一下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请我们请行 来分花便当给各位 那在这两堂课上来之后呢 我们的午餐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请我们请行